哈囉大家好我是Ligo 又回來了 今天終於要跟大家講 WTUPS離職風波的下一期 也就是跟大家講一些 看不到的查不到的 為什麼 我的上期跟下期穿的衣服都是一樣的呢 還不是因為 大家都沒什麼點贊轉發 還有三連嗎 WTUPS的離職事件 好了 首先我們先來講店員 或者說販賣員的這個職業 在日本呢 品牌服裝店是相當之多 所以呢 販賣員這一個職業 是非常普遍 很多學生他們打兼職 都蠻多去當販賣員 對於販賣員或者說售賣員 這一個職業 中日兩國的那種 看法我覺得 還蠻微妙的 會有點不同 像是如果是 日本的話 不說 大家會覺得這個職業很厲害 或者什麼 但起碼大家不會覺得地位比較 沒有那麼高 或者是會覺得他 如果有的選 我才不要去當 就我覺得日本這種情況會比較少 但是在中國呢 我覺得這種情況反而會比較多 像我今年的話 大家都很多同學都在找工作 或者什麼 然後有一個中國同學 他在找販賣員的工作 他就跟家裡講說 還蠻想當販賣員什麼的 他的父母那邊 特別是他媽媽 就會覺得說 你去日本那邊 就是要生要死 當個賣衣服的 你幹嘛不回來中國給我好好上班 可是我就想 當售賣員就不是好好上班嗎 我其實懂 我其實懂這種說 老一輩的會對售賣員的一個看法 也不是想說什麼 就是說 中日兩國之間 對販賣員的這個職業 有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的看法 講完這個 我們就開始來講 在日本當售貨員的事情 據我所知 大概率就是 如果是剛剛從業的話 在日本品牌界當一個售賣員的話 其實一個月的工資 20萬到30萬左右 就這樣一個樹木的話 在東京生活 其實不是很夠 反正就是 不會餓死 但是說想要隨心所欲 那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有別的一些途徑可以賺錢 比如說我是說販賣員這個職業 如果賣多一點 你就可以拿多一點的提成 或者是說有別的什麼途徑 可以固定給貨一個人 然後拿到更多的錢 相信很多人都會 不會抗拒去做這件事 但是日本的服裝品牌 不是說每一家都是 有提成的這一個制度 有一些就是 會拿死工資 就是你一個月 賣得好賣得壞 都是差不多這個樹 除非是真的很棒 那就 大家團隊合作加錢 好的我們就講回 這一期的主題 WTUPS 它的店員的工資 就是由底薪加提成來構成的 很長一段時間呢 WTUPS店員的收入 大部分都是靠穩定的供貨給代購 那它的提成其實也大概是固定的 所以最主要的還是靠供貨給代購 然後會有一些以貨換貨的置換 比如說你想拿10件可以賣很高價的T 就你在二級市場可以賣很高價的這件T 那你可能要搭上這100雙襪子啊 或者是100件其其他他 就賣得不是很好的一些單品 這種情況非常多 對於店員來講 如果他賣出去的話呢 比如說他把這10件T給賣出去了 但是他也順便的賣走了100雙襪子 所以它的提成也相對就提高了 所以呢很長一段時間 WTUPS的店員都是靠訂購貨給代購們來賺這個錢 但我沒有要說這個事情的好跟不好 甚至我覺得就無非大家都賺錢嘛 那一個願意掏錢一個願意收錢 那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跟不好 你願意接受那就OK啊 但是這個事情穩定了蠻多年了嘛 只不過是今年的WTUPS的一個小變化 再加上三月開始的必電 所以WTUPS的店員那個收入很大程度的受到了影響 這個影響可以說是毀滅性的 在講接下來的東西之前 我要先實名dice一下的一個東西 就是新冠 真的害死了 好我們接下來來講小變化 也是這次風波的根本原因 為什麼會是根本原因呢 這個東西就是WTUPS在今年呢 還是上一年在官網增加的online store這一件事 其實消費者的角度來講 好像沒什麼差 甚至會是蠻開心 欸多了一個渠道可以購入WTUPS 再也不用像以往一樣 只能去門店排隊抽籤 就好像出現了online store這件事還是挺好的 可是對於店員來講 電視景品那麼好 假設同一款T恤 它每次貨量都是100 那以前可供他們操作的可能是有100件在店裡售賣 他們自然拿的錢也是100件的提升 但是有了online store 它的這個貨量勢必是要分一些去到online store這邊 假設有了online store以後 這100件的衣服它得40件到online store這邊 那可供店員們操作拿提升的也只有60件T恤 所以對於店員來講 有了online store這件事 並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甚至這件事影響到他們的收入 那我們站在品牌的角度 嘗試用一個經營者公司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情 WTUPS的online store蠻不錯的 怎麼說它蠻不錯的 就是基本上甚至包括配件 基本上都是很快就出現受請 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態下 自然經營者會覺得說 如果還把我的銷售主力放在門店的話 門店的這些消耗 水電啊 鋪租啊 店員的工資啊 什麼的 與其花錢去維持這些東西 為什麼我不把多一點的貨量放到官網這邊來賣 當然online store這邊也要扣除一些成本和雜費 但是相比較之下 我相信是這個成本會比門店的成本少一點 所以呢 我覺得經營者都會選擇說 逐漸把主力 引到這個online store上面去 畢竟像WTUPS的這個官網賣貨的速度確實是非常之快 你不知道怎麼刷一下就賣空了 所以我說這個小變化 甚至說很正常的一個變化 哪個品牌不開一個網店喔 但是對於WTUPS的店員們來講是影響蠻大的一個變化 但是你要說這全是什麼西山車的鍋嗎 我覺得並不是 WTUPS肯定不是西山車一個人說了算 它是一個團隊來著 絕對不是西山車一個人來決定的 所以我一直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都沒有把西山車給拿出來當成對立面來說 因為是WTUPS的事 不是西山車一個人的事 除了我說的這些個人想法之外呢 我覺得當然作為一個品牌也不可能去說很突然的就是 啊我把我的門店的量全部都砍掉什麼 這個是不可能的 很大一部分也是要拜這一年的這個新冠所賜 可能也是為了安全或者是什麼著想 所以把很多的貨量移到online store這邊來賣 出於各種原因吧 健康也好 安全也好 賺錢成本也好 我覺得都有這些原因 但是 無論是怎麼樣 一定會有的一個結局就是 店員們的收入會變少 那店員們的收入一變少 再加上3月2號到現在必電這麼久 自然是很多人是要離職 打工人馬 向前進向後賺 所以 店員們的離職 其實並不是因為大總公平這位前店長的離職 所以大家就要追隨他 個人的角度來看 如果是我 或者是在看這個視頻的大家 該多少會去考慮一下 到底還要不要繼續呢 因為可能現在連吃飯都成問題 那還要繼續這樣耗著嗎 好了在講完這些以後 我們就又再回到大總公平這個人身上 雖然說他沒有在他的Story裡面 或者是他的個人SNS上面說 我離職了或者什麼 但是 從他的Instagram那邊 把簡介改成了TOKYO JAPAN 還有他的投稿裡面也刪掉了 跟WTABS相關的一些照片 再加上他也取關了WTABS 應該他是真的離職了 在他離職以後呢 除非他轉去別的行業 否則的話 在這一個行業他繼續做 可以就是要嘛 自創品牌 要嘛就是繼續他的 販賣員生涯 或者就是說加入別的品牌 但是呢 在日本這邊 這個行業 有條不成文的規定 當你成為了某一個牌子的 比如說代表性人物 像大總公平這種 有的人甚至已經是覺得 他就等於WTABS了 像有這樣子的地位 或者代表性的人呢 離職以後 會給他們一個時間說 你在這個時間裡面 盡量就不要去自創品牌 應該有很多在看的朋友 同學 都會覺得 不能理解為什麼 不要問 問就是日本特色 問就是人情在 所以呢 有這麼一個 不成文的規定的存在呢 大總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創立自己的品牌 如果我是他 那我應該也會選擇 繼續在這一行業裡面 但目前來看呢 他個人也是繼續在這一行業 雖然 他目前沒有個人的品牌 但是 他確實是有在做一些產品的 就好像 木村拓栽上升的這一款皮衣 就是他個人的一個出品 他也有在做一些T恤 無論是T恤或者是皮衣 或者是什麼的 其實 都是沒有任何一個牌子的歸屬的 所以 可以叫他 沒有牌子的東西 不過我個人覺得 也只有這樣子做 才算是 讓 和他個人 都 雙方都可以 滿意的一個結果 到目前為止 我是沒有看到 大總本人 在他的 SNS上面 有 做過什麼 關於 他做的這些東西的宣傳 當然也可能是 我沒看到 或者是怎麼樣 反正 他是沒有對這些東西做宣傳的 所以 我覺得也有可能 WTOPS不知道 這件事 講完大總公平以後呢 我們來聊一下 GIP 這家店鋪 關於這家店呢 我首先想講一個 我個人的親身經歷 眾所周知嘛 很多人都說 來到了 日本以後的 購物的體驗非常好啊 店員非常有 禮貌啊 然後各種鞠躬啊 或者什麼的 但這個事情呢 在 日本的 這個服務業上面是 是必須的 一定要有的 所以在日本的各種的 服務業上面 首先 他們的講話 就必須要用到 禁語 表示對客人的 尊敬 但是 好幾年前 我去了一次GIP的店鋪裡面 然後 就是 那店員 就是態度很差 態度很差之於呢 我跟他們 就問了一個店員說 這件有沒有 中馬 什麼的 就這樣問一句 然後他直接來給我 就是 就是 用日語 類似於中文的話 就 有啊 這種感覺 哇 我當時有點嚇到 怎麼會態度這麼差 最可惡的是 他拿出來以後 然後就 就直接放在櫃檯上 就意思就是 你不是問了嗎 我拿出來啦 你嘛 然後對 事情就是這樣子 所以 我自己的個人親身經歷是 他的態度非常差 前幾天在做 資料搜集的時候呢 我看了一下 那 GIP這家店呢 在Google上面的 評價也不是很好 蠻有意思的是 在這上面 對 GIP這家店 給了差評的人 還是蠻多的 這些評論裡面的 其中這一條 他說的是 服裝是OK的 但是服務態度 就真的很差 我自己記錯時間 所以 11點的時候 去到店裡 卻被 店員帶著怒氣 反覆大聲說 12點才開店 可以講說 不只是外國人 我覺得 日本人也 覺得 GIP這家店的 電源服務態度 蠻差的 那我們 再回到 大總公平這個 人上面 我自己是沒有 跟他接觸過啦 但是 蠻多 Double Tabs的 愛好者 蠻常會遇到他 我看大總公平也蠻願意跟他們合照啊 也 也沒聽說過哪一個朋友 有在抱怨說 大總公平服務態度很差什麼的 所以我想他 這個人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了 關於 Double Tabs的這一次 離職風波 我所知道的 東西 我也講得七七八八的啦 因為我自己 曾經也是一名 潮流編輯嘛 身為一名 編輯或者是 意見領袖 KOL的話 我們在追到了熱點 卻丟失了準確性 其實 這個後果非常嚴重 且不說什麼誤導讀者 最重要的自己的能力 也會受懂的人的一個質疑 欸 你在胡說八道耶 個人是覺得 抓熱點之餘 準確性也一定是要 相對的保證到 不然呢 我覺得很寧願不抓這個熱點 好的 喜歡我這一期內容的朋友 記得 為我點讚轉發 還有三連 我下一期內容 也很快跟大家見面 很期待的朋友 多多跟我互動 然後 還是剛才說的 點讚轉發 還有三連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的收看 掰掰 幹嘛 快去點讚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